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获得新周的能力 那么是在护高中心 停留大约十八二十个小时之后 那么从睾丸分泌出来精子 能够获得运动能力 那么活能是指 在女性生质当中 精子获得穿透透明膜的能力 能够获得 这个与精子与男子结合的能力 所以这两个两个是不同的 因此他要你达精子获得运动能力 那么你达复稿 假如要你达精子获能不畏 那你达女性生质当中 其中女性生质当中获能不畏 这个考古 所以希望大家给它两者要去公开的 好了 胆比不正确 初始精子成熟应该在复稿 而不是在高丸 胆C输送阴质 当然显然输送阴质是不正确的 它是产生阴质不输送阴质 输送阴质当然实在是什么 管得中进行 好了 胆底分泌雄极素 高丸分泌雄极素 这是我们等一会 要跟他讲的对分泌功能 所以正确的案是低 高丸的箭子细胞昏迷雄极素 就是高同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知识细胞的作用 我刚才说了 屈膝精管是由生精细胞和知识细胞做成的 生精细胞生成精子 那么知识细胞呢 起知识保护作用 知识细胞生出的这些突起 围绕着生精细胞 对生精细胞就是机械的知识作用 那么知识细胞中有很多丰富的唐原脂肪 那么为各阶段的生精细胞提供营养 所以它叫知识保护作用 知识保护作用 那么是个机械作用 营养作用 那么是对它提供营养 所以第一个就是 知识细胞的知识保护作用 第二个 知识细胞参与生成 血膏屏障 大家都知道 我们学习完工 搞完之间有个血膏屏障 很多物质都不能进去 所以就相当于 没有接触我们体内的抗原 一个隐蔽抗原 好了 知识细胞的紧密结构 就参与 形成 血膏屏障 第三个就是分泌功能 知识细胞就有分泌功能 大家注意了 许分泌的是 熊肌瘦结合蛋白ABP 或移植细 它就有个经商考虑 熊肌瘦结合蛋白是由什么细胞来分泌的 它知识细胞 移植细胞有什么细胞分泌的 知识细胞 反过来它说 知识细胞分泌什么 哎 熊肌瘦结合蛋白 大家注意 熊肌瘦是箭子细胞分泌的 熊肌瘦结合蛋白是知识细胞分泌的 这两个两个不要搞粉了 一个是熊肌瘦 一个是熊肌瘦结合蛋白 大家记得这个就是箭熊箭熊 一旦小熊一旦箭熊 箭子细胞 那么分泌的是熊肌瘦 知识细胞分泌的是熊肌瘦结合蛋白 这两者不一样 两者都考过 大家不要搞粉下 大家最有粉的就是 有缘缘的粉 所以它就有缘考虑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以西林这个实体大家看 分泌熊肌瘦结合蛋白的细胞是什么 刚才说了知识细胞 所以正确答案答是谁 你就不要答箭子细胞 箭子细胞是分泌的熊肌瘦 而不是熊肌细胞蛋白 所以不答B 好了生肌细胞当然是生成精子 所以不答D 那么搞完基因细胞 这个根本上我们没讲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 所以肯定不答A 因此正确答应了答谁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搞完的内分泌功能 搞完的内分泌功能 搞完最主要的合成就是熊肌瘦 那么熊肌瘦经常考到 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那么搞完刚才我们说了 是箭子细胞 合成熊肌瘦 箭子细胞 箭子细胞变成内地的细胞 哎 这就是箭子细胞 所以这个箭子细胞 红的熊肌瘦考了 我一样的考虑考了三次 哎总在考虑这个东西 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那么你就把它寄成 箭熊 箭熊 箭 熊肌瘦 哎 你就箭熊 好了熊肌瘦又包括哪些东西 熊肌瘦 中的很多 包括高中 脱心表熊肚 熊肌二统 熊肚 双筋 高同 大家注意活性成的 生活活性成的最高的 哎 是双筋高同 大家记得这瓜尔基 哎 在熊肌瘦里面 那么大家生活活性最高的是 双筋高同 也叫二筋高同 那么痴肌瘦里面 哎 活性最高的叫做二二吃二损 所以都是二 那么你就给它上方记住了 痴肌瘦最高的吃二损 活性成的最高的吃二损 熊肌瘦里面 哎 活性成的最高的 那么是二倾高同 两个个 大家记得之后是吧 就把它记住 这样大家什么 考试之后 假如万一考到这个东西 大家什么 哎就OK了 好了大家注意第二高的 四肢的高同 其他的几个 活性成的比较低 好了 大家成长形式 熊肌瘦以什么形式成长 大家注意了 熊肌瘦绝大多数对于结合状的成长 跟我们假装性结束一样的 哎 新结束结合 结合蛋白结合 那么假装性结束呢 跟假装性结合结合 结合 结合 所以 一个结合的是75% 一个65% 哎 这都结合中间最常见的 以白蛋白结合占33% 这都是以结合状态形式成长 那么 油力状态形式成长 存在的具有受估计功能 但是 只有2% 那假装性结束也是这样 油力状态形式存在的 只有1%到2 那么只有1%到2的这种 油力状态形式存在的 那么假装性结束 它也是另一个功能 所以大家就把 假装性结束 跟那个熊结束 哎 很类似的 一块儿背 那么假装性结束 还有一个特征的 大约1%到2% 都有什么 假装性绿炮性 绿炮绎的植子中 那么熊结束 没有这个特征 好了 这就是什么 熊结束的存在方式 熊结束合成 大家注意 不论是熊结束合成 次直合成 都是这个图 哎呀我的讲院上面 都出现这个图 sao大家看看 熊结束合成也是他 次纪结束合成也是他 也就是说 这样的信结束合成 都是有这种 共同的东西 所以 不论你熊结束 次纪结束 都是以这个图形来进而合成 从这个投机上面大家就可以看到 那么它的合成原材料 只要新技术合成原材料 包括次级素运级素 以及我们的高通 那么它合成原材料都有共同的原材料 来自于是呀 蛋固醇 所以我们生物化学跟大家学过是不是 蛋固醇可以合成新技术的原材料 大家就知道 好了大家注意了 这个之一就是考过你们还没考过 好了今天大家要考这个 大致的合成过程直播会考的 但是熊技术的合成过程 这个顺序是什么 从蛋固醇到次级素 再到熊技术 所以它的合成过程是这样的 以蛋固醇为原料 蛋固醇是所有新技术合成的 吸收原料 但是它先合成的是什么 是运级素 你看看是不是 再合成呢 再合成次级素 再合成熊技术 所以这就它的合成原材料 合成大致顺序 再从运级素 再什么 高通 所以它是这一种合成顺序来合成的 所以希望大家引起重视 好了不能这个距离的过程 第二大五头巾第二大四头巾 这个距离的过程 还没考到你们了解一下就行 为什么职业医师助理医师 以及你们研究的考试都考了这么多年 都没考到这个具体的过程 当然我估计大家考虑的 诶 师哥 就考虑原材料 诶 但过程 第二个 诶 考虑这个大致货重过程 从运级素开始 诶 到什么刺级素 到熊级素 这样又的转换过程 它不会考得这么细 从哪个哪个具体的过程来考虑 诶 不会考虑这么细的 我估计 为什么考的太细了 就太变态 全国人民都做不到 你怕什么 他也做不到 你也做不到 所以 拿不开档次这个分数 是不是 好了 这些雄击兽的 这种合成过程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你试炼这个试题 大家看 搞完的剑子细胞的 实力功能是什么 剑雄剑雄剑雄 我跟大家说过 剑雄 合成雄击兽 所以搞完剑子细胞 主要功能就是 合成雄击兽 进行正确答案为 好了 大家注意了 比赛底为什么不正确 大家看 营养和支持生殖细胞 营养和支持生殖细胞 这是支持细胞的 主要功能是不是 起血高平常 作用的 A也是支持细胞的功能 产生精子 答案底 是生殖细胞的功能 分泌雄剑雄剑化蛋白 是支持细胞的功能 所以比赛底 都是支持细胞的功能 所以不打比赛 第一 那么正确答案答A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搞通的分解 搞通的分解 那么主要在肝脏 进行肝脏是我们物质代谢的生化工厂 那么搞通也是在这里的分解 搞通在这里的降解 搞通一般降解 降解的物质是什么 其实目前为止还没考到过 大家什么降解 产温没考到过 只是降解的器官 干脏 那么搞通一般最终降解为17筒内骨筒 包括胸筒 异胸筒 弹丸唇筒 那么水尿中排除 还有少数的水分泌中排除 在许多一区患中间 少量的雄极素 在方向卖地做一下 可合成吃极素 好了这就是搞通的降解代谢 最后的干脏进行 在一三年专门考了这个降解的器官 但是棉活搞通的器官是什么 棉活搞通的器官就是降解搞通的器官 当然就是肝脏 所以肝脏是生化工厂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答A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搞通的生理作用 搞通的生理作用 这个职业技术考的比较多 你们考的比较少 研究的考试 还是在我的印象当中 好像很少考到 为什么 简单嘛 第一个影响佩代的分泌 大家都知道 生儿子还是生女儿 那么最终取男性 新染色体 新染色体 假如给你一个新染色体是Y 那么生出来就是儿子 那么给你一个染色体是X 那么女皇有个X 她妈有个X 她爸有个X 那么得出来就是新染色体XX 那么生的是女儿 所以生男生女 主要取决她的儿子 因此媳妇 这是中生的婆婆 中生怪媳妇 没有跟她生男孩 应该怪她的儿子 因为你的儿子 没有给我的外染色体 我怎么给你生儿子呢 所以给你男性 他爸给他一个外染色体 那么他就变成他儿子 好 这就是我们说的影响佩代的分化 第二个是维持圣经 搞同维持圣经 当然了 你假如没搞同 没男性 就是当然你精子不可能生成 所以维持圣经作用的 那么就是搞同 大家注意了 以后下一个章节要讲到的 启动圣经的是哪个作用 启动圣经的 大家注意了 是FSH 男泡刺激瘦 有很多同学说 那我男人里面 有男泡刺激瘦吗 有的 男人里面也有男泡刺激瘦 不过这个男泡刺激瘦 不是出于男泡的化育 而出于什么 精子的化育过程 所以 启动圣经 精子刚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靠你 FSH的作用 所以大家注意 我问你 启动圣经 你答什么 男泡生成书 FSH 加上维持圣经 为什么接受有关系 那么大家就打 搞同的圣经作用 所以这就是 维持圣经和启动圣经 两个不一样的 大家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了 好 第三个 就是刺激 复性器官的生育化育 维持性育 当然 复性器官 你要搞得搞完要生长 复搞要生长 当然跟你男性接受 雄接受有关系 要维持男性性育 当然跟雄接受有关系 这就是 第二性能的出现 保持正常性育 都以雄接受有关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怎么样 很多肝硬化的病人 咱们病情比较长 那么性育就会降低 我也是吧 因为肝硬化的病人 肝功能比较差 而我们刺激时候的灭活 就在肝中进行的 当你肝功能差的时候 刺激的就不能灭活 体内刺激的含量就会增加 只要刺激的含量增加 那么相对高通 他维持性育 这个作用就比较差 所以 很多男人 你看看 肝硬化 最后的结果 就是导致性育变差 他就是 跟这个东西有关系 你事情高了 相当于雄接受就少了嘛 他就不平衡嘛 他不平衡 所以这种人就性育变差 最终结果就是离分 所以肝硬化的病人 离分率高 就是这个东西有关系 好了 第四个就是跟代谢的影响 代谢的影响 主经那么最合成 特别是肌肉生肆器 那么这过程 主经骨发的生成 大家想一下 高通在什么时候最多 在青春时候 当男性青春期 高通最高的时候 那么肾硬化育最快 独身中 肾硬化育最快就是这个时候 那么要想肾硬化育 他不可能 都是主经那么的分解 主经那么的分解 肾硬化的分解 它怎么长什么呢 是不是 所以 Cohiui 男性之所以男性 Cohi 男性之所以肌肉肥大 男性之所以胃肝肝 这就是一位高通能够逐进 但不至于合成 而不是逐进但不至于分解 好了骨骼要生长 新生性 那么概念要成绩 那么这都属于高通的最主要作用 好了还有一个作用 逐进红细胞生成 我们在生理学 我记得红细胞生理师我刚才讲过 男性的 红细胞一般都比女性的要高 正常的要高 高为什么高 缺因就是一位男性技术高通 能够逐进红细胞的生殖 所以像这种东西你看 自己都可以把它推倒出来 万一考到了你也不会出错 所以高通能够逐进 红细胞的生殖 所以男性的红细胞的正常值 要比女性的要高 就这个道理 好了这就是高通的生理作用 我们再来看看性技术分配不畏 性技术分配不畏 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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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有什么都要分不 那么既然考单里的就是 高完既可以昏迷雄技术 这大家不会说 但是暖潮呢 也会昏迷雄技术 缓制 暖潮可以昏迷雄技术 那么高完呢 也会昏迷雄技术 所以考来考去就这个知识点 虽然这具体的技术 大家就记不住 但是现在考虑考虑就这个 好了运技术了 运技术就怀孕了之后的技术 怀孕之后就有胎盘 所以胎盘能产生运技术 好了总体而认知 大家记住这个了就OK了 好了大家看看 熊技术主要哪个产生 刚才我说了 高完产生 高完的箭子细胞产生 那么我现在把它计成 箭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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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箭成雄 箭雄 所以箭子细胞昏迷雄技术 好了 其上暖潮呢 暖潮内膜细胞也可以昏迷少量的熊技术 女性的暖潮内膜细胞细胞 我跟大家说过球状态 网状态 树状态 都能分泌各种不一样的技术 我们说它的最上线的 桥状态 最上线的 油状态昏迷的是 M系的技术 全共同 实际上的树状态 昏迷的是 他们系的技术 皮肤水 混算片的是什么 网状态 分泌的是 性技术 我要叫大家怎么系呀 系哪个 我说实际上的球状态 就像一颗颗的小球一样 一颗颗的小球就是绿花辣 绿花辣 那就是M系的技术 好了 树状态 就一树一树的像唐希子一样 我说北京卖的那个唐妇 一树树的 你看看 那就是什么 唐希子技术 所以树状态后面唐希子技术 网状态后面唐希子技术 我说怎么系呀 我说我最如情网 最如情网 你为什么男人女人之间坠入情网 就是因为性技术若冠 所以坠入情网 网状态 昏迷的是性技术 所以你这样 给我们在那一块 也跟他讲的 四个希望的跟他讲的 这些什么 这些树状态 羞状态 网状态 分泌技术都搞清楚了 所以大家看 身上尼希子 既能分泌性技术 又来分泌 唐希子技术 也来分泌 也没其他技术 这样你就给他搞清楚了 是不是 所以雄激素 就是性技术 也可以有少量的 身上一批自己 求网状态的分泌 还不来 假设说 刺激素呢 刺激素主要是 女人的男朋友的内膜细胞 或颗粒细胞 大量分泌的 那么在搞完的 男人搞完呢 也能少量分泌刺激素 其他的 胚胎 黄体细胞 以及 网状态 身上一批 网状态 也能昏迷少一点 次技术 好了 孕技术就是怀孕的技术 那怀孕之后 胚胎 受孕之后 太胎 昏迷的孕技术 这就是三种技术的 主要的昏迷部位 好了 我们再给他变换一下 搞完 暖潮 胚胎 网状态 生产批是网状态 那么 有果昏迷什么 把它中和一下 搞完 除了昏迷胸基磋 现在昏迷胸基磋之外 眼泪昏迷少年次技术 其 胰子 知识吸化害 来昏迷胰子 和胸基磋 结合蛋白 刚才我们说了 他就经常考虑这些东西 暖潮 暖潮主要功能 那么 主要是昏迷赤基磋 也能有黄西化昏迷少年的孕基磋 那么 也能昏迷少年的熊基磋 和义治素 好了 胎盘呢 胎盘 是受孕之后的 主要昏迷勇基磋 还要少年赤基磋 而且这些人 胎盘垂入素 我们在怀孕的时候 瑞士的时候才会跟他讲 胎盘昏迷基磋 好了 我们刚才说到网站呢 可以昏迷新基磋 新基磋包括熊基磋 或赤基� 这就是 常考虑的基磋的昏迷部位 那么很容易错 当然 书上都讲了 我只不过来规则中间一个表 碰到大家记忆而已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九三年这个实体大家看 瑞士山原皮质可昏迷的基磋有 瑞士山原皮质 他的什么树状态 昏迷什么 皮脂醇 他的网状态 昏迷新基磋 所以 瑞士山皮质既能昏迷 A也能昏迷B 因此 两者都由军 答案为 C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性线 性线当然昏迷新基磋 但是 性线不能昏迷 皮脂基磋 所以 正确答案 第二个出来了 应该答A 所以 这就是考虑 这些技术的分泌部位 这些技术的分泌部位 常常考到 希望大家 A引起重视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稿安功能的调节 稿安功能的调节 大家注意了 主要是看这个调节主 下修了分泌的GNRH 主性线基磋释放基磋 左右与线脆体 分泌的FSH 难跑生致素 或RH 黄尺以生致素 FHH RH 又会主进A 到睾丸下面的 知识细胞 和箭子细胞 分别分泌 A ABP 熊就是结合蛋白 和睾酮 那么主进精子的化成 整个这个就是这个调节主 这个调节主经常会考到 好了 这我们白颜色的箭头 指的是 出镜 黄颜色的虚箭头 表现的是一致 大家就从上到下 大家看看 这是电信的正环规 A条件 下缓子呢 从下到上呢 对它是正环规 互换个条件 所以 这就是这一个 下修了 现垂体 搞完足的条件 好了 我们一个来看啊 大家注意 经常考到几个知识研 第一 FSH FSH 有现垂体产生 产生的主要支持 主要作用于知识细胞 知识细胞就昏迷两个东西 一个东西 是熊就是结合蛋白 ABP 第二个就是一致素 熊你看看 FSH 它着不着用 剑子细胞 昏迷好通啊 不着用 它是通过 熊极瘦结合蛋白 来化成禁止的 所以它对 剑子细胞分泌的 这个熊极瘦 没有直接作用 它是间接作用 它是通过 分泌熊极瘦结合蛋白 与搞同 一起来 注尽禁止的发生 所以大家看看 对剑子细胞 没有直接作用 好了 它的知识细胞 是一个直接作用 那么 注尽知识细胞分泌 熊极瘦结合蛋白 和一致素 分泌这个一致素 大家看看 有什么作用 对 RFH本性 有一个一致作用 所以 大家看 RFSH 那么主要是 通过什么来一致的 通过一致素 并不是通过 搞同来一致的 大家看看 RH 黄金生臣素 有限制的分泌 分泌了之后 可以直接作用于 剑子细胞 分泌搞同 但是 大家看看 RH 有的知识细胞 有的知识细胞 也没有 所以你看看 RFSH 主要是 助进 知识细胞的分泌 RH 也主要 助进 剑子细胞的分泌 两个都不发生 直接作用 对对方不发生 直接作用 所以RH 主要是 促进 剑子细胞 分泌去搞同 搞同大量增加的时候 产生一个 偿还会 搞同大量增加 大家都知道 能够 一致 现水的作用 但是现水有两个技术 究竟是 一致FSH RH 大家从这个图上面 可以看到 主要一致是RH 那么它上面去 还可以一致什么 GNRH 那么对对它 也互换个调节了 但是搞同 大家看看 对FSH 有没有互换个调节 没有 这个机商被考到 所以大家什么注意 FSH主要是 一致数的 互换个调节 RH主要受搞同的 复方调节 两者之间 没有中间 没有联系 是单档的 那么大家有联系的地方 只在哪儿 只在自己 直至细胞昏迷的 雄极的结果蛋白 或剑子细胞昏迷的搞同 这里一个直接作用 直接作用 是精致的发生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它得经常考 希望大家应急注意 好了 我们这三个 再来看 FSH主要作用于 知识细胞 影响精致生成 它影响精致生成 是个间接作用 不能够直接 作用于 间接细胞的搞同 它是起 始动生育的作用 我们跟大家说 男人的体力 不仅有FSH 而且还说 起始动生育的作用 所以它的名称 本来叫做男炮制细兽 男炮制细兽 是从女性细兽的名称 所以男人的 你们没有男炮 但是 那么 就跟男炮对应的是 精致 它是起始动生育的作用 RH主要作用于 搞完的间接细胞 调节搞完的分泌 搞同 那么是维持生育的作用 刚才我说了 它维持生育 所以 启动生育 那么 这是 FSH的作用 维持生育 那么是 搞同的作用 这两个两个都搞过 大家一定不要搞分一下了 搞同的RH GNRH 又复旺的调节作用 对FSH 没有移植作用 所以这就是它的局部调节 这是它的垂体竹的调节 那么第二个我们看 搞同的局部调节 搞同的局部调节 解释目前为止没有考到 怕它今天考到你 大家还是引起注意 第一 搞完里面的 搞完建子 搞完建子里面有大量的搞完建子气泡 那么高建子气泡池可能产生多种生长因子 这种生长因子包括IGF 在哪里讲过 在生长技术里面讲过 叫做什么 一到手 一只因子 是不是 IGF 第二个是TGF 或EGF EGF表皮生长因子 TGF 转化生长因子 所以包括转化生长因子 表皮生长因子 以及血下巴 胰脑素 阻力因子 这几个 好了 局势细胞 搞完建子细胞 又局势细胞 产生多种细胞因子 这种细胞因子 包括TNF 肿瘤发生因子 或IR 白结素 所以这个就是搞完建子细胞 和局势细胞 昏迷的这种细胞因子 和生长因子 好了 第二个就是知识细胞 我们刚才说了 搞完的知识细胞 何以昏迷 胸基础结合蛋白 ABP 除此之外 还有转贴蛋白 TF 或细胞类的四黄泉结合蛋白 这些物质可以分别转运 这些蛋白子 胸基础 铁 转贴蛋白 转运 转运铁 胸基础结合蛋白 转运胸基础 四黄泉结合蛋白 转运维持维 为与这些物质在 搞完内的转移关系 为什么这些物质在 搞完内转移 因为这些物质在 精致的发生 成熟过程中 发布重要作用 所以这些知识细胞的 主要作用 因此知识细胞 既可以为精致提供 物理知识作用 也能为精致的发育发生 那么起营养作用 就这个道理 好了 这是搞完的局部条件 局部条件 大家了解一下 截止目前为止没考过大家 怕他今天考虑啊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95年这个事情 大家看 引起排卵的接受是什么 我们下一节旅行 要跟他讲的RH 黄体生之书 引起排卵 所以正确答案为C 第二个 其中使动身经作用的是谁 我们说南包自己说FH 所以其中使动身经作用FH 南包自己说答案为D 好了 假设这个题 我再来给他加一个 其中维持身经作用的 接受是什么 那么你答一 搞同 所以维持身经 启动身经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两个概念分析 这两个概念经常被考了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18年这个实题 大家看 下来关于搞同对下线脑 现出的反馈条件的描述 错误的是哪一项 探紧找出错误的是哪一项 单位 移植GNRH的形成 大家看看搞同对 可以移植GNRH的生成 这正确的是不是 好 单位 移植FH的分泌 大家看 搞同能够移植FH的分泌 不能 他只能移植GNRH的分泌 所以不能移植FH的分泌 所以 比相错 是一项对 好了 降低线脆的对GNRH的反应性 既然你能够移植下救脑 分泌GNRH 也能降低线脆的对 GNRH的反应性 所以这个对 因此 大家看看 最后的答案下 哪个错误的 答B 所以像这种题 他就靠得非常细 所以你稍微不注意 虽然是个危险 你又打错了 所以大家要一定要注意 再注意 这个图 一定要印在拉好中 这个图 靠了很多次 总在靠这个图 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